是有另外一邊他們是在做什麼 剛剛講到說教主講什麼就是什麼 第三名在炒作作票對不對 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網友我們孤影其名 反正不管他就是這樣 他自己寫了一個手寫版的字 柯銀配多少票 三六九萬票 然後賴銷五五八萬票 侯康六四九萬票 那我們看尾數就好 他給他加一加 說總票數是一千六百五十二萬票 那怎麼會投票的人口 只有一千四百多萬票 有很多票不見了 怎麼樣他就去說這個 來我們簡單驗算就好 數學簡單 不要算到百萬 最後一個就錯 六加九加一多少 尾數是不是六 他怎麼會算出 是一個零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就去驗算了 我們去驗算 他的総合就是有問題 總票數是一千三百九十四萬 沒有他說的說 怎麼投出來得票 然後跟投票那個是不一樣 不相符的 就沒有這件事 可是柯粉的世界 他沒有那個是非 而且皇太后有令 我們看柯媽媽 柯媽媽在選完的時候 她受訪 她講說 為什麼票這麼少啊 很奇怪喔 因為他說我們看到 是在凱道前 那麼多的小草 大家這個手機燈光打開來 星光點點 我們柯文哲 票怎麼可能會這麼少 再看一個 是 講到說做票的這個東西 那館長就問 國昌 你有沒有看到網路上 有做票的這些消息 你們要怎麼處理 國昌有上車嗎 國昌不上車 國昌說 重點是要壯大民眾黨 跟支持阿伯的力量 這上車還得了 做票的指控 就是說那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那到目前為止 柯文哲有說什麼嗎 他放任這種東西 持續的在那裡燒 來 逸川哥 沒有 我只要說 大家不要忘記 他的那個slogan是 政黨和解 社會和諧 他就是反的嘛 他什麼事都反的 他slogan都顛倒 他不會逆風 所以想告訴我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的國會要有人去訂這條 國昌老師在直播這張 老師你算一下有沒有算錯 他在直播 國昌會直播 你就一直把它塗 這張打掉 說國昌老師你算一下 然後機子被洗版就繼續貼 然後貼完之後截圖 然後丟到自己臉書 然後說國昌老師你解釋一下 這是你的支持者 我們不這樣無法做 你像柯媽媽 柯媽媽說我的朋友怎麼這麼做 新竹市長是高峰安 你問新竹為什麼那麼長 新竹不是都聽你的嗎 第一 你的導廟所 你的導廟所你也沒有第一名 你又是賴清德 導廟所你都不知道 那都住在附近 那老師 做老師公佈人員 都在柯文做一票 賴清德一票 那也是在市場 問高峰安 高峰安 你們才有介入啊 不然你們怎麼會撥這麼少 說這個不意思嘛 現在要怎麼做票 你做給我看 一個導廟所 一億十的人 那點不是老師的公佈人員 誰跟你開玩笑 在那邊跟你做票 而且每個政黨 還有內監跟外監 是監票的監 監票的監 然後監票人員 我還說我們的監票人員 今天還被里長打的話罵 你怎麼去做臨近的監票員 這樣不行喔 我的選舉庫就是這樣 現在要求我算帳 他內監的就是可以領錢 外監有些是志工 會錢比較少 所以你要看開票 以前投票所一定有 閒雜人等待都要看開票的 那有時候拿起來念 二號賴清德一票 記對這個蠔友誼去 有時候說等一下記不對 會這樣嗎 對 我有看到一個影片 他連續記兩個記錯 那怎麼辦 很簡單啊 全部停下來 全部停下來 因為最後封進去的外面那個數字 是按照最後放在桌上 那一大點一張一張重新點 不是大家看到那張的數字 就直接省下去 不是啊 因為他要算 中選委 選委會給我這個投票所 兩千張票 結果呢算完三個人 加起來一千五 那理論上還有五百張票啊 檢視庁都不行 檢視庁 因為風起來之後 三四個都要簽名 回去哪裡 所以現在要做票很難啊 柯媽媽你不要停留在 國民黨做票那種階段 對 以前國民黨有在做票嗎 不對啦 沒有我們的黃新堅 也算通常 不過我再說一個 我們附近的民友社區 投票所 有人可以把投票選票 有點不見得幾張 發生在台北市耶 你可以想像嗎 這個 對這個就是 一百張票 但是不是做票啦 對 可是你也能想像 你看那個網紅 什麼愛麗莎莎 大公做票的事情 我就覺得 我們那個中選委 真的很懦弱 今天你就開記者會說 如果我 李靖宏 陳潮健 如果我們兩個有指使做票的話 我們兩個怎樣怎樣 不是這樣啊 沒有人要管你怎麼樣 直接去告 那個人能不能怎麼樣 用中選會的官選去告 去告愛麗莎莎叫出庭 愛麗莎莎出庭很簡單 第一影片哪裡來的 第二上面的評論是你寫的 還是有人幫你寫的 還是有人叫你寫三種可能 一個你自己的電腦打的 有一個人 或另外一個人傳給你 是把複製貼上的 那傳給你的是誰 第三個是小編寫的 小編誰叫他寫那些文字 這三個可能 那就抓到了 就抓到了 那你就說 然後你移除了 我沒有轉傳 我們現在就說你有轉傳啊 中選會要硬起來 這一題沒有處理 醫藥大家都這樣負啊 大家貼完了 貼完了之後怎麼樣 愛麗莎莎如果在貼那個的時候 是不是又是下午兩三點 假設 假設兩三點還四點 開始開票 帶影片出來 然後網路瘋傳 那會暴亂喔 那會暴亂喔 不小心就暴亂 那風草還沒怎樣 就停止開票了嘛 中選會可能說 全國全部給我停止 或者是說 他三點五十給你丟那個影片 那那個影片是假的 假的時候是假的 三點五十之後 為什麼台北市內服務區 第一投票所 怎麼在開票了 還沒四點耶 真的在開了耶 那怎麼辦 這個東西 中選會 因為主委副主委拜託 你們去把愛麗莎莎叫 把愛麗莎叫來問 這件事情 絕對不能就這樣停了 是愛麗莎莎去轉 說所謂作票影片 就是現在抖音先開始有的 抖音先提供了素材之後 讓台灣的網紅 在他們的IG 在臉書上面去轉發 所產生的非常大的影響力 到現在還有幾十萬 可能柯粉還覺得說 這次的結果 柯文哲的票 都被作票做掉了 那你光是這樣影響選舉的 一個公正性的一個信任度 就會對台灣民主 整個信心產生的這個影響 這個我其實想要再回過頭 剛好朗東講到這邊 大家會不會覺得蠻奇怪的 就是說現在 當然選舉的過程 賴清德第一名 然後這個侯友宜第二名 柯文哲第三名 那賴清德這邊 大家現在開始在討論 民進黨我們這邊 就在講說 年輕票的部分 我們要怎麼爭取回來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不是 在選舉過程裡面 大家都各自想辦法 去努力爭取 那昨天佩毅也有講 其實老師說不要看說 吳佩毅他 這一群包括佩毅阿苗這些年輕人 好像本來年輕票就會比較多 昨天佩毅好像有講到 我們在大概11月12月的時候 我們20到30 30到40都還輸對方 我們都第三名 我們到最後12月 包括大家有看到什麼 我們辦未來專場 然後針對年輕人一直強攻 打到最後的封關民調 前面的時候才20到40 吳佩毅變第一名 我們整個往上爬的大概七八趴 這個是在都位區才能做 如果我們同樣這一套 我到靜宜那一邊 我有辦法 我們辦那個是誰要來看 所以我們都是個別 大家各自想辦法怎麼辦 那這個到底在整個選戰過程 以及未來這幾年的 這個執政過程 要怎麼跟年輕人 建立一個固定的溝通 這個要想 這個我們現在在想對不對 侯友宜我們也看到 這個國民黨陣營 有各種放炮內部 不管說是為了自己 還是真的希望國民黨好 至少有不一樣的聲音 現在柯文哲這一邊 一開始去洗黃珊珊的板 是藍營去耶 他們的信徒 他們的信徒有要反 第三名沒有人檢討 他們都覺得他們會贏的 有去捅神打得好兇 對 就他 就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都外面的 他們裡面有沒有幹部開始講 對教主不一樣的話 沒有啊 因為他們都說要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嘛 他們不是面對教主 他們是面對教主下面的 他們面對坐票 問題是別人 一定 教主一定是 然後可能第三名 對 怎麼會說 第一名開始檢討 第二名也檢討 第三名檢討別人 第三名說是別人坐票 第三名不去討論說 當初的民調為什麼 會有這種假的 為什麼會大家一直洗 然後大家都狀況 這個很亢奮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說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的也是他們 說要科學物質理性也是他們 然後說是新政治 好像這個應該公開透明 所以你們裡面 到底誰放這種假民調 網軍誰下的 誤導你們自己的支持者 這個沒有人講 這是我們在講 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一個強調 要面對問題的選後 結果是第三名 調查不會 沒有人出來檢討 不然會不會 有膨大 遇到 都不然會不會 除了 有膨大 有膨大